Hello,Style by BE的讀者,你们好 我是狗云怀Christine 比相像中还要充实 因为现在不仅只有一个人,只有两个人 所以很多事情都要重复的时间去做 有另一半都会令你感觉到生活中很甜蜜 很甜蜜 虽然认识了她也很久了 也有超过一千天 前段就是刚好过了我们999天的纪念日 虽然她表面好像很浪漫 但有时她不太懂得表达自己的爱 或者自己的感受 我有时就会撒嬌地跟她说 我不管,你每天都要跟我说 我爱你,每天都要赞美的说话 我跟她说可能今年我35岁 你可能要想一些35个赞美的说话 给她多一点参与这个关系 她是很古惑的 她永远就是我爱你 乘35次 你说完了 好像小朋友那样 不过是看到她慢慢一步一步去改变 慢慢一步一步懂得去把自己的爱意表达出来 有一部分我老公也有鼓励我 她觉得我有很多观众是未看到的 她永远都是觉得她好像是一个冰山 就是没有其他东西了 老公说其实是应该将多些自己有的东西去表达出来 我又觉得去年我就很感恩 有很多不同的机会是可以做一些国际化的工作 出来都是漂亮的 今年我就是很想 不是今年是明年 就是很想去挑战自己去做一些不同的角色 一些我没有做过的东西 包括稍后要下水 本次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拍摄 不过是这么冷的天气就是第一次 不过我看到工作人员很细心 她们有些热烈在旁边 还有试了位置给我 我想今年我会继续努力去做一些挑战自己 让大家看到不同的角色环维 我真的要说最大的挑战 就是应该选择今年去结婚 我会觉得其实结婚真的需要冲动 就是要那一刻双方都是想结婚 然后就才做到的一件事 是一个我没想过会这么快发生 在我生命中的一件事 我觉得最近我是挺幸运的 因为由国际中华小姐入行到现在一路走 虽然中间叠到病过 但是那件事上面有很多得着 我相信我是幸运的 不过Lucky 机会这件事是都要自己去努力去坚持 才可以等机会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好自己 那这一刻我都好像大家一样等机会 不过就是要有信心 和同时都要准备自己 去个人 更好 希望自然去训练 这一刻就是一个好可能 所以我们她是一个好可能 不管是这样 不同的事 我会得到一个好可能